大家好,我是朱思拉 今天很難跟大家稀笑露罵 因為我一天的心情比較沉重 朱思拉的影片通常都是百多人看 百多人在YouTube來說是非常少 但如果大家想想,把百多人變成一條排隊 每個人都手持登基證回家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非常非常多 123個人,9個機師加機組人員,132個人 那裡起碼都是幾十個,甚至是百多個家庭 有很多出來的新聞報道說 有些家人已經在廣州市白雲機場哭崩長城 已經第一時間去到這個空爛的地方 片段所見,那條片是一間的CCTV 就是看到那個飛機垂直直插 我也看到有些機師分享 其實是比較難去做到這個操作 首先,如果你是急速向下的話 第一時間就一定抽頭 抽頭的時間,你會撞向其他地方 就不會垂直直插體 用了兩分鐘,急速下降八千多米 很明顯就是失事 但它是有兩台控制器的 那為什麼兩台控制器都同一時間 失去操作的功能呢? 那真的不得而知 有很多人就像這個馬航 之前那個失踩的飛機一樣 就陰謀論會不會是機師自殺式 令到這麼多人賠上性命 那好像又不是 因為首先,副機師已經開飛機四十年 正機師為人比較堅保 低調,還有他爸爸也是飛機機師 所以你說這些自殺式的機會就會比較偏低 又記得讀書的時候,人們就很喜歡起這個花名 我很小時候已經被人笑了 就是說波音 波音代表什麼呢? 各下自知 但原來波音,我們這麼小時候 已經是這麼熟悉的一個名字 原來這麼多年來是不斷發生意外 除了這一次的東航737的客機 在廣西昆明飛廣州的時候 在藍陵上空失事墜毀,垂直式直插 有很多人說沒有火,沒有煙 很明顯是機身沒有損壞 那為什麼機身沒有損壞的情況下 都會垂直式直插的意外呢? 除了有煙有火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可能 我們看看 原來這個機型波音737-800 已經是十六年來有十二宗的意外 現在數一下吧 2006年9月29日 巴西高爾航空和巴航工業飛機相撞墜毀 這個應該就是基建故障問題 不然你兩個飛機不會這樣去crash 154個人離難 2007年5月5日 肯亞航空飛去肯亞的時候 起飛後不夠一會 就114個離難 2009年2月 土耳其航空飛去荷蘭 當時降落時 墜機 9個人離難 有55個人受傷 很堅囂 55個人可以幸保不失 2010年5月 印度快運航空降落 這個印度門格的機場 衝出跑道159個人遇難 2011年7月 加勒比海航空 衝出跑道撞埋圍難 一人重傷 多人輕傷 2013年4月 印尼獅子航空 在巴黎島最喜歡的香港人去 不慎落入海 機身斷裂兩折 沒有人傷亡 2016年3月 杜拜航空在俄羅斯的機場 首次降落失敗 再次降落時 墜位62個人離難 2018年1月 又是土耳其飛馬航空 衝出跑道3個人受輕傷 2018年8月 廈門航空在菲律賓的時候 衝出跑道 沒有人傷亡 2018年9月 新基內亞航空 是巴布亞柳 這是什麼 巴布亞柳紀內亞莫爾桑比 那裡來的 沒有聽過 降落時代入海 一人遇難 2019年3月 俄羅斯一架737-800 從米幾內區 飛去莫斯科的時候 引發出故障引擎事故 緊急降落 沒有人傷亡 俄羅斯的飛機師都非常厲害 2020年2月 又是土耳其 飛馬航空從土耳其 飛去伊斯坦堡的時候 衝出跑道3人遇難 179人受傷 如果要數最多人遇難的空難 在飛機歷史上 有飛機以來這麼多年 這麼多個航空公司 最多人死傷 慘重的就是日本空難 日本航空123號班機空難 發生在1985年8月12號 世界上涉及單一飛行的空難 死傷人數最多 也是飛行史上第二嚴重的空難 這班機是日本航空 在東京國際機場 飛去大阪國際機場的定期航班 波音也是這間最大的公司 波音747SR-146的客機 全部加上機組人員 有524個人 當時是過了身 123號航班 在這個羽田機場起飛 在6.8個字 在群馬園上附近 距離東京100公里的高天園 山山隻的時候 就墜毀了 當時幸免於難 沒有踏上死亡班的 就是一個突然間有事 跟人調班的空中服務員 一對舞女 一名12歲的女童 其餘520個人 全部離難 包括著名歌手版本9 還有女演員北元瑤子 500多個人在同一架飛機裏過身 那種慘狀是會怎樣呢? 有很多人就挑戰了 為什麼飛機上發生空難的時候 有些有機會 例如解體什麼的時候 不會每一個人都配備降落傘 其實不是太可行 現在飛機已經成為我們主要的代步工具之一 香港人最喜歡什麼 你們現在在討論區 我經常在討論區 什麼時候要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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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準備好了 4月底是否可以去日本、韓國、台灣、泰國 準備好了 但是這次出了這麼大件事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不敢飛大陸 一旦發生事故 其實機毀人亡的機率是非常之大 東航這次事故發生了之後 我還看到有很多人在問 有沒有跳過下山呢? 附近會不會有生還者呢? 大家想想一下 鐵包肉 飛機都已經是這樣 爛到一塊塊的支離破碎 怎麼可能 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生死的人呢? 這是一個很殘酷 但是現實的問題 民航飛機 為什麼不為乘客 配備降落傘 叫做緊急逃生呢? 首先 很多人的心理數字是非常之差的 我見過有很多真的現實發生的 那些片 已經是緊急降落了 要是空姐開門 sir的急降那個梯 然後好像別人的小朋友 sir上下梯一樣叫你走 有很多那些乘客 哪個國家不說 還在找上面的行李箱 想拿自己的錢財去逃生 錢財真的非常之禁 身外的身外物 好像今次這樣 這個東航出了時 在下面賺得回的 就是一搭搭的錢和證件 人呢 人命呢 真是半點帶不走 這個有大學的研究 解釋 飛機上面 其實為乘客準備降落傘 是非常不可行的 如果真的發生 大家有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其實是純粹擺設的 用學術性的數據來說 短航的航班 大概飛行的高度 就是6000到960米 而長一點的 通常都會在8000米到12600 那麼高的高空飛行 現在普通的民航客機 最高的飛行高度 就不會超過12000那麼高的高空 一些公務機的飛行高度 就分分鐘可以達到15000米那麼高 而一個這樣的高空 由於飛機以外的壓力層 飛機的倉門是非常難打開 即使倉門打開了 又或者它是一個在空中解體 而令到乘客可以逃出這個機身 那麼飛機裡面的所有物體 都會被汽流吸收到外面 例如2015年10月13日 俄羅斯的航空公司 有一個客機發生空爛的時候 客機在9000多米高空墜毀之前 機尾炸了一個大洞 綁著安全帶的乘客 被整個連機件連座位 全部吸出機艙外面 在9000米以上的高空 其實空氣的含氧量 分分鐘已經降到海平面 即我們現在的一半 你不要說高山反應 分分鐘缺氧死了 還說跳不可能拉得開 另外就算在飛機上 為乘客準備降落傘 怎樣跳呢 都是一個難題 我就不知你們了 反正我每次坐飛機 空姐在那裡 PLEASE STAND A SIT BELL 然後在表演怎樣去綁 怎樣去做安全措施 我是真的沒有看過 除非空姐是勁索勁索 我就可能會看 女生都好色 如果正正常常 我是很少專注去研究 跟她學怎樣用那套 逃生及急救的逃生門在哪 聽到很多人在討論 逃生門前綠牌 後綠牌 和前後的位置 是否最容易保住命 乘飛機是否一定要穿運動鞋 和長袖衫 長袖褲 我想說 如果真的發生空爛 唉 尿都爛了 怎會還可以第一時間 有這麼 機警的反應 可以立即配合到空姐去逃生 可能真的有的 但是千萬分之一 如果飛機真的發生了嚴重的情況 往往都伴隨著 飛機很急速的搖防 甚至是爆炸的情況發生 今次沒有煙沒有火 垂直 急降 墮位 不是急降 墮位 這一種情況 乘客也好 空姐也好 機師也好 就算是足夠訓練 Well-trained 跳傘的專業人員 都不可能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可以成功走到 即使乘客穿戴好礦落傘 都沒有這麼多充足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一個一個去跳 你知道 人心就最醜惡 在這些時候 你不要說不懂 隨時一家人 誰先誰後都不知道 有一些男朋友 就挑戰我 他就說 我之前說的 Google的高級 project manager 去不善養前外婦外母 以及緊急去認識另一個生嬰兒 他說 他本身 如果女生對他父親都不太好 如果換轉 很多人都是這樣 提外話 我覺得也是 人心總是醜惡 如果他女兒本身 都沒有考慮到買保險 那時候 何以將這個孝順的孝心 要推在另一半的頭上 即是說 不要聽你自己都不疼你自己的父母 怎麼要令到別人尊重你爸爸媽媽呢 看到這麼多 Omicron 死了這麼多香港人 全部七成老人家 還有 兇難開開心心 去玩也好 回家也好 都百多條命 喪生了 有少少零星的 帖子 有一個男生說 他是改 因為他第一個航班 好像錯了 改了 所以他沒有搭上死亡之旅 有一個女生又出帖子 他的健康碼沒有升 所以上不到這個飛機 他男朋友說 你多留一天 當陪陪陪我 嘩 不要覺得很開心 有很多研究指出 這些人 因為他在重大傷亡事故中 僥倖於懶 叫做撿回一條命仔 他分分鐘 如下下來承受的心理陰影 是非常之久的 還有他那種壓抑 患得患失 還有自我懷疑 是伴隨著他一個很長的時間 怎樣也好 只能夠 希望 大家都好像我這樣 對小朋友 多一點點的愛心 對隔壁那個 是嗎 唉 多一點點的包容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對老人家 對自己的長輩 多一點點的陪伴 有很多時候 香港人對這個空姐 又或者空中服務員 尊重都是比較少 通常一講空姐 就是那兩個字 飛什麼 Beef or chicken 但是在很多空難事故裡 我們都見到一些空務人員 非常專業 隨時已經有犧牲的精神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四川航空8633班航機 3U8633 在2016年5月14日 在重慶江北各自機場起飛 當時空中巴士的型號是A319-100 起飛40分鐘後 在9800米的高空突然間 駕駛艙的右座擋風玻璃是脫落 哇 不是巴士才會爛玻璃 原來飛機那塊玻璃也會爛 當時 飛機瞬間發生快速減壓 政府機長極速克服他們的心理數字很厲害 克服低溫、大風、噪音、通訊困難機件故障 及高原飛行這麼多惡劣的情況 緊急下降 很多音頻的流出 當時真的很感人 第一個音就是 當時的政機師呼叫地面的塔台 就說有問題了 他們要回頭了 並不能夠有及足夠的時間回到重慶 就要急降了 當時已經知道他們的位置 誰不知兩三秒就失去了聯絡 哇 這件事是拍了電影的中國大陸 當時很多輛正在飛行的附近飛機 都發出一個信號 急叫3U8633、8633、四川找你、四川找你 很多飛機師都有幫忙叫咪 最後隔了兩三分鐘 終於8633重新駁回信號 緊急降落 那一刻真的很感人 所以我們對這個空城人員 都要多一點點尊重 分分鐘可能現在這麼新的科技 這麼高的科技 我們每一次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忽略了 但是不要忘記 車的交通以外 我們還有可能 有很大的生還的機會 但是如果在飛機上失事的話 我想大多數是真的 真的命仔都沒有賣的 跟今次東航這個飛機失事不同 早前8年前 馬航這架整架MA370班機離奇失蹤 真的小小殘骸都找不到 239個人至今下落不明 我相信應該是過世了 不會存在網上 有些人猜 會不會是機師想用一架飛機貪錢 打算賣掉它 然後就綁架這二百多個人 去某個小島生活 其實我是比較想相信這個說法 因為飛機失蹤 最大可能的就是直入大海 沉於深深處全部人離難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如果不是 怎麼會八年全部都還是下落不明呢 不過事件最近就有新進展 這個英國的工程師就說 已經確實找到這個客機 確實位於處於澳洲 澳洲方面就表示可信 將重啟調查 有望尋回一點也好 飛機殘骸都希望可以位置到 這麼多239個人的家庭 如果我們的至親在這架飛機上 我相信八年也好 十八年也好都不會放棄 我記得好像網上 有一個銀行的業務員就分享 有一天有一個男人拿了信用卡 就說要Renew 然後銀行職員跟那個男人說 不用了 你隨便買些東西 你自動會幫你 支付銀行的信用卡 連費 就不用這樣來搞這些手續 當時那個男人就堅持 他就說了很多次 不用了 解釋了很多次 他都覺得煩 那個男人就說了一句 他說 我的太太是馬航MH370上面的乘客 我想保持這張卡等她回來 希望東航132個人可以平安回來 見到他們的家人 然後